蔡政府执政六周年 面对严峻疫情 却是让百姓排队裁剪 甚至抢快筛 医副会执行长王毕胜 还说是双北叫不动大型医院 新北市长侯友宜火大开炮 王毕胜不要用高高在上姿态 用叫不叫的动这类轻蔑语气 不尊重第一线医护人员 王毕胜还说 是叫地方跟医院多熟悉 我们好好做事吧 希望我们站在第一线的时候 能够感同身受 外府部政务官 指手画脚百万人民 选出来的首长 难道真把自己当成大长官 这届解读 陈志忠即将去选举 王毕胜大动作 事项接班 参与一些政策的规划跟讨论 我基本上他的工作 都是在第一线 我现在还在当部长 疫情指揮中心 长官一个比一个官僚 特别是王毕胜最近 那疗气之重 实在前所未有 不只民众裁剪排队 怪地方首长 就连法权系统大塞车 一堆人拿不到居隔单 指揮中心都说 是因为民众手机号码填错 才慢这么多拍 中央政策出问题 怎么大观怪的 不是人民就是百姓 执政策的防疫政策狂出错 怪地方怪在野党 甚至怪百姓 中央家人民心中 认为让民进党执政 才是最大的错 记得杨世区李玄台北报导 像是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啊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Go 买的时候记得 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